中风三十 细念法师大义 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再借这个 佛妻 这个姻缘 再一次 为大家洗一讲 三十 细念的大义 我们今天 已经进入 第二天 首先 来为大家 心祝福一下 对于我们 今天 来发心 来受持 这个八观灾界 这个八观灾界的功德啊 大家都知道 实在讲的 那个功德 是太大 太大了 只要你能够 在一日当中啊 好好来受持 你想一想 那个经上啊 为我们讲的 非常的清楚 六十万事 一时无忧耶 换句话说 你的生活 无论在这一生当中啊 或者来世 你不会有 哀恶缺良的 那个果报的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那个果报有多大呀 连我们做法师 连我们做法师 要弘法 所谓的 古人所讲的 法未转 死先转耶 你二肚子 没有人供养 你怎么能够来护发啊 你怎么能够来弘法 所以 确实真的这个八观灾界啊 那个功德确实真的太大了 而我们在这个佛妻当中啊 在加这个八观灾界 那这个最好的理想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人都在里面念佛啊 哪有时间啊 去讲那些无聊的事 是非人我 没有啊 你都在里面念佛啊 你看 一箭 双雕 念佛又获得念佛的功德 又能够获得八观灾界的 这个功德 那你讲一讲 你那个福报有多大 所以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明白的一件事情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都是在利益众生的 没有利益众生的事 佛是不会做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念佛 也是如此 念佛不但自己会获得利益 也是能够来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所以这个福报真的太大了 所以啊 平常啊 传这个八观灾界的法师 传八观灾界的和尚 他就会跟大家说一声祝福 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在这个当中啊 在这个环境啊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忘记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无量寿经 第几品呢 第三十七品嘛好像 是不是 你看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 好好来受持 宅解清洁 你那个功德啊 是怎么样的 五量受国为善百岁 你一天这样的羞耻 你这个功德 超过你在西方级的世界的 那个功德一百年 这一句话的最主要的是想什么呢 是讲说明我们在这个环境呢 不容易啊 要修成佛啊 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修清净心 更不容易啊 所以有这么好的这个机缘 有好的这个因缘 你还不发心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修都是以心法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可以提醒我们 真的 说明我们在这个环境 修行真的太难了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的 好像念佛要得到那种清净心 好像好难 念了佛念了几十年 在那边打滚 打滚了几十年 还是一样子 老样子 老油条 一直随着自己的喜气烦恼 所以我们读弥陀经的人 很熟都知道了 你看弥陀经最后一段 你看 释迦牟尼佛 你看 阿弥陀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称赞释迦牟尼佛 太了不起了 怎么称赞呢 能与五着二是 截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在这个五着二是 他能够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是在弥陀经 我们看到的一段经文 阿弥陀佛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称赞释迦牟尼佛 太了不起了 五着 截着 截着讲的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太着恶了 太乱了 太黑暗了 很多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缺德 你眼睛一看出去你就看得出来了 现在的人心呢 行为原意 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缺德的 最大的缺德是什么呢 对父母不孝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做人很辛苦啊 我一个月前 我有认识 几位印尼的同修 他住在北区 他的朋友啊 他的妈妈 住在养老院 然后请我呢 能不能为他的朋友的母亲啊 来做一个三归一 因为他的这个老人家呢 躺在这个床上 很不方便 有时候下来要做轮尾的 我到那边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三位啊 你想想看到这样的情形 不要说我们自己的家属 我们外面的人看到 你就会掉眼泪 为什么呢 躺在那边 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我问这位老人家 你的儿女在哪里 做父母的处处都是为儿女为父的 儿女呢 因为对父母的怎么样的维护呢 很少看得到的 我问他你的儿女有几个 有一个的是两个 有一个的是一个 儿女在做什么 忙的坐船 做生意赚钱 而又有家庭 又有自己的儿女 有没有时间来照顾 他说有时候两个星期来一次 真的很悲哀的 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的 好可怜啊 你想一想 又一生没有认识佛法 在晚年的时候 躺在那个床上不方便 祈求 三宝来为他做一个上规 你想一想 好可怜啊 所以人一老真的好可怜 而你真的靠得住吗 很难依靠 台北最近 有一对家庭 七十九岁 一生希望儿女能够做一生 把自己的儿女四位 三个男的一个女的 培养做一生 通通都是做一生 结果呢 结果呢 父母老了 把父母送到哪里去 送到老年院去 台北 没有一个想要照顾的 你想一想 辛辛苦苦 希望儿女能够做一生 没想到培兴出来了 出钱出力 给他买房子种种的 父母老了 没有想一个照顾的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多可怕 师父看了太多了 说实在的 这个时代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弥陀经 五着二是把这个节奏放在第一的 说明这个时代已经很严重的污染了 那人如果不改变的话呢 那将来会带来什么样 很大的灾难 所以天灾惹祸 从来不断的 从来不停的原因在哪里 人心已经失去了 那种人性 只想到自己 没有考虑到别人 哪来不灾难的道理呢 所以师父为什么 一生出家只有一个使命 说实在的 师父只有一个使命 没有别的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还没到 死期未到 只有一个使命而已 除了带多几个 能够到西方起的世界 然后介绍这个净土法门 我只有一个使命 我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希望将来 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这些退休的 这些老人的 他年纪已经老了 只要他肯念佛 肯好好修行 我们来供养 让他安心 不用再操心这个事情 好好住下来 好好念佛 该吃饭的时候 该睡觉的时候 睡觉 该散步的时候 散步 好好在里面念佛 但是现在死尽未了 所以 实在讲 这个时代真的变成这个样子 不能怪别人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这么佐恶的时代 他能够事件成佛 很真的不容易 那不仅仅是在 弥陀经里面 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开端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段经文 死放一去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 都不称赞释迦牟尼佛 再以能以所佛国土 县大 智慧神通不可思议 调福刚强众生 知苦乐法 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环境修行真的很难 但是还好 好在哪里 我们认识了这个法门啊 简单容易啊 只要你肯念啊 你真念 你真行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道理的 你要相信这个道理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自自在在的 亲亲阿弥陀佛 多好啊 不用靠别人祝念 也不用靠别人 来为我们 怎么 来照顾 自己能够解决 像海鲜老儿上那样 时间到了 走了 你甘心在很多人 医院 几乎都送到医院去 看身体 躺在那边 福报结束了 人就走了 你要像海鲜老上那样 自由自在 时间到了 我就走 想要留就留 多自在 但是这个要靠 你要真行真念 所以啊 以前啊 我有遇到一个位 居士啊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明白这个净土法门 静中他的 这个法门 很简单 方便 容易 我们啊 现在不用念佛 什么时候念佛呢 临终的时候念佛 现在 现在何必去念佛呢 何必这么苦呢 等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才来念佛 啊 请这些撒三世世 来为我们祝念 然后呢 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就随着这句名号 念佛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靠得住吗 靠不住的啊 我们念佛不能用这种侥幸的态度 来念佛 靠不住的 如果突然间 突然间我说了 像师父 我看到很多人 一些写佛的念佛的 晚年的时候得什么病呢 老人痴呆啊 现在十个人里面啊 有六个人有这个机会 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啊 慢慢随着年龄老化 退化了嘛 你看我们现在的记忆力 还不如以前对不对 老人痴呆啊 老人痴呆啊 能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啊 好难啊 如果突然将我们业障现前 得了这种病 那就完了啦 这一生错过了 这个机会错过了 所以你现在不修 你不念 你怎么能够醒呢 真的耶 我看到很多这种的 信像在我的眼前 很可怕的耶 得这种病耶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 得这种病人多啊 所以我们念佛 不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来培养的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要慢慢的去培养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在种树一样 它也是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长大嘛 才能够想要你得到的那种果报 那我们今天念佛也是一样的啊 你要准备资粮啊 这些资粮将来能够帮助我们的 时间到了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 自自在在的 我们也不靠别人 身体健康 身心健康 我们就走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觉悟 去明了 像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念佛 很难得耶 你看很多人要上班赚钱 说实在的 我们还在这边念佛 还能够在这边讲经 还有一些人家经过网路的 说实在的 非常难得 所以好好珍惜这个音乐 释迦牟尼佛已经视线为我们了 给我们看了 已经给我们讲很多这些道理了 常常提醒我们啊 诸位同修 赶快觉悟 不要再执着了 因为怎么样的执着 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 一朝一暮 都带不走的 外面的这些身外之户 都带不走 何况我们这个身体 也带不走的 随着 岁月的 时间的拙坡 我们人慢慢的 都知道了 距离这个死亡 越来越来越近 这个要命的关头 你不好好来珍惜 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 轻松的 哎呀 有念就有念 还是放松的话呢 业障一线前 然后就喊了 惨了 无常随时都会来的 每一分每一秒他都会来的 随着自己的果报 随着自己的福报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首先啊 先为大家祝福 祝福什么呢 你能够来受八观灾结 好好把今天的八观灾结 修好 不要讲太多话 也不要听太多话 也不要看太多事 一心一意的好好念佛 所以昨天有人问我 说师父 八观灾结里面有一条 叫做不虚狂语 打妄语也是属于这一条 那我不打妄语 如果我的手机 用我的手指 来打这个片话 打妄语是不是属于犯件呢 我不讲片话 但是手机啊 讲片话 是不是属于犯件呢 你们说呢 所以现在的人啊 有时候为了要自己来造业 很会找借口 无论你不讲 虽然你用你的手指讲变话 那种 也是属于犯件了 所以 说难就难 修行 为什么这么难 难在哪里 会找借口 来维护你自己 那你不是真修行人 所以祝大家好好把这个八观灾结 好好来用功 好我们接下来来为大家来继续 说明这个三十七年 说明这个三十七年 的内容 那昨天啊 已经为大家说明啊 这个功得云 而五三不代 五三指的就是一切众生 不代的 没有得度的 只要你肯相信 没有一个众生不所得度的 所以 中风果是用这个云来比喻啊 就是说明啊 我们这个功德 去看个人的修养 看个人的修得 只要你真的从你的内心 来修行 能够回复你的清净心 那个功德本来都是存在的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是 以打磨祖师啊 都是用这种的比喻 来为我们说明这个功德 你说他有 你又做不到 你说他没有 他随时好像就跟着我们 就好像我们的影子 你走到哪里 你那个影子会跟着你到哪里 这个功德就是比喻这个 所以功德是什么呢 都是清净心 所以念佛灭五量罪 这个罪是靠什么呢 靠你的清净心 不是靠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灭不了你的业 你的罪 靠你的清净心 如果你真的用这个清净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句佛号 就如同中风果是所讲的 灭八万一劫生死忠福 一句话 所以这句名号其实很容易 看个人怎么念 那功德云而五三不代啊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简单来讲 昨天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总结 那这个功德云而五三不代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说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弥陀的四十八愿的功德 他能够射受一切的众生 换句话说 一个众生都不落掉 无论造极重的罪业 造什么样的罪业 只要你肯相近 没有一个得不到这个加持的 所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 他的功德都是获得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加持 这句名号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你能够这样的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一句话 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通通射受了 尽虚空变法界都能够射受 无论你在哪里 所以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来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念佛的人 你可以放心了 你不用怀疑 你相信 确确实实阿弥陀佛 愿力是有这样的加持 只要我们 中风果是讲的 下面的那句话很重要 只要我们以我们的真诚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然后把这句名号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原意 跟我们的行为 你能够投入 弥陀的大愿之中 没有一个众生得不到感应的 所以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念佛的原则 这个就是念佛法门感应的 他的原则 他的原则在哪里 用你的真诚心 恭敬的心来念 念佛的时候 那就念佛 把万语放下 很简单 十五分钟而已啊 半个钟头而已啊 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把所有的外面的这些 你的杂念 统统你暂时把它放下 把它放下一下 把你的心 投入在这句弥陀当中 不可思议了 所以念佛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得到感应 为什么念佛 会不得到感应 有些人念佛为什么 越心越念 越清净 心里面越发喜 为什么有一些人念佛 越烦恼 什么样的原因呢 用心不对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呢 常常忘记了 念佛的时候 还是打妄想 念佛的时候 还是打妄念 念佛的时候 还是胡思乱想 想东想西 想到最后呢 也没办法得到 所以念佛的男男 就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就是功德缘 而无三不带 那我们来看下面 箱向渡河 一举鸿鸿鸣超二十 好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你看 中风果诗啊 很有意思耶 这一段也是一个比喻啊 所以中风果诗呢 那 苦口婆心啊 为了我们能够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能够有一个不怀疑 不间断 让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能够去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人世界 用种种的比喻啊 来为我们启发我们的内心啊 我们来看 箱向 箱向是什么呢 箱向啊 是一种动物 的名称 箱向啊 你看哦 这个箱向跟我们一般的普通的像 它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像 有没有 大像啊 有没有看到大像 有没有 真的有吗 长得怎么样 箱向呢 跟一般的大像呢 它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区别在哪里 这个箱向啊 这个箱向啊 它在这个繁殖的期间 繁殖的期间 它那个身上啊 会有一种味道很香哦 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啊 而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期间 这个期间的像啊 我们佛法里面称为什么 称为香像 香啊 很香的香 那个香啊 所以称为香像 而且这个期间啊 它这个像啊 它的力气呢 特别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平常的像 石头 加在一起 然后总和 它的力气哦 总和起来哦 你想你想哦 一般的像 石头 加在一起 它的力气把它 总和起来 才能够抵得上 香像的那个力量 那个像 力气很大耶 它的石头 加在一起哦 还抵不过 一只的香像 你想一想 那个香像的力气有多大 很大耶 那比喻这个什么呢 就是比喻我们念佛的人啊 我们修行的人 我们修道的人 我们修道的人 特别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想要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想要亲近阿弥陀佛的 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们所讲的五拙二世的时代 非常污染的 诱惑非常大的力量 在这个时代 你能够用你的心 真正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勇猛精进一向的秩序 就是一向的专制 没有一丝毫的懈怠 你用这种精神来念佛 你想一想 哪来不往生的道理呢 哪来不往生的道理呢 你看五量寿经 好像 这个 第八品里面 讲的很多 你用这种的力气 九牛二五 来好好念佛 精进 用功 勇猛 不懈怠 一向的专制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呢 就是比喻这个 那为什么中风果是用这个相像来比喻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懈怠的多 退的多 不容易精进 一天用功三天懈怠 看到外面的境界 算了啦 先休息一个星期 玩一玩一下 太难了真的 怎么推也推不了 九牛二五也推不了 所以好难啊 所以中风果是用这个相像来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这个相像的力气之大 公恨不可惜意的 只有你肯 你真的能够念佛 这个相像的意思 这样讲明白吗 所以当你念这个三十七念 相像度和 说明呢 说明什么呢 你要用这种相像的力气 连那个石头 加在一起都没办法跟它相比的 这种的力量的念佛 一万当中 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 那说实在的 其实啊 中风果是在这一段经文呢 在这个比喻啊 其实在提醒我们这个念佛的人 提醒我们 你们也是我自己 提醒什么呢 你要真行 你要真念 你真的要精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要真的要用功去念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外面呢 诱惑太力量太大了 说实在的 我相信你们年龄比我大 经验也比我多 外面的现在的境界是怎么样的 你们比我清楚了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力量的诱惑是太大太大了 外有诱惑 内有烦恼 外面一隐 你那个贪嗔痴啊 你那个烦恼啊 通通全部发作了 一发作呢 第一个出来是什么 马上迷了 那迷了之后呢 你那个内心的贪嗔痴 慢于啊 通通起来了 一起来呢 你就跟阿弥陀佛啊 就越来越远 一起来 你就跟这个 我们的六道轮回啊 距离啊 越来越近 你想一想这个诱惑有多大 所以今天你不念阿弥陀佛 你好好不修行 你不好听教 不读经 你不倒才怪的 你不迷才怪的 这个是对我们真正要修行的 真正要念佛的 真正想要了生死的 真正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真正想要亲近阿弥陀佛的 你不用功 那我们跟六道距离的越来越近 那外面的我不想 我现在讲的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想要离苦得乐的人 真正想要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你不读经 你不听经 你不写经教 行吗 行不了 三天不听经 不听教 不念佛 你想一想 你开始动摇了 如果三十天呢 如果三十天不听经 不听教 不拜佛不念佛 那那个动摇啊 太离谱了 那如果三个月呢 如果不听经 不拜佛 不念佛 那真的不行了 迷了 投降了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环境 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念佛 这么难难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抵不过外面的诱惑 抵不过我们外面的考验 一考验 通通就倒了 我不要说外面 我也不要说你们 说我自己 我有很多次 很多次真的 做一个考验 做一个试验 我不听经 我不听经了 不读经了 也不念佛了 也不是不念佛了 不拜佛了 通通不做了 去学习一下 外面考验一下 去外面逛街 看看东西 说实在的 很多事情 很多次都失败了 很多次 一看了 就被迷了 一听了 又被迷了 你就会说 很难啊 鼠翼呢 我常常在想 还是老实一点 老实一点 听话一点 还是好好念佛 听经 诵经 拜佛 该工作的时候 去工作 该处理事情的事情 该处理 有时间 赶快念佛 赶快听经 那个心就容易平衡了 所以我很佩服 东光和尚 十年 天天在外面逛街 但是不动摇 没想到十年成就 遇至十次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真的 我们呢 不到一天 就倒了 你看那个修行 真的好难好难 那 深口一三月 再加上外面这些的诱惑 才 四 明 十 岁 你想一想 五一六成 六成 接六根 六根接六成 都是在迷惑 都是在迷惑了 真的有时候很悲哀 所以我们还是老实一点 明白吗 好好听经 有空的时候 赶快念阿弥陀佛 有空的时候 哪怕是我们念经 无量寿经 地藏经 或者像弄什么这样的经 只要你能够念一半 一步 一评 都没关系 只要你要有保持那种恒心 没事了 这个是师父自己做一种经验出来的 你想一想 师父都有这么容易 我相信你们更了不起 我相信你们现在走到哪里 都是如如不动的 师父那不一样 师父是动动不如 所以这个级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明白吗 所以还是老实一点 有空的时候 看看佛像 阿弥陀佛 弟子回来了 刚才去这个娑婆世界 绕一圈 现在又回来了 真的好难 这个就是比喻 告诉我们 真的在这个环境不容易 确实真的不容易 所以中风果师 用这个相像来做比喻 就是要来发起 我们的内心 要好好去用功 怎么用功 用你那个心去用功 用心很重要 渡河 相像渡河 渡河是指 简单来讲就是 彼岸 我们现在在持岸 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是娑婆国土 是六道轮回 那渡河呢 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解脱之岸 解脱之岸就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今天如果我们肯念佛肯发心肯发愿 你真的真心真念 中风果师就告诉我们 我们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相像渡河 你明白吗 如果今天我们真用功真念佛 就好像什么 好比什么 相像渡河 渡河就是说 你能够得到解脱 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相像渡河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觉悟了 我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要讲尽办法 不要被外面的境界 明文立养自私自利而迷惑了 我现在我觉悟了 这个叫做相像渡河 就算我们的烦恼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来断我们的烦恼 但是今天我们懂得 懂得什么呢 懂得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懂得怎么样 要来亲近阿弥陀佛 懂得以愿 以信愿持明 用这个方法 来断建我们所有的烦恼 这个叫做什么 相像渡河 用这种 所以中风果实 又为我们说明什么 下面的那一句很重要 什么呢 一句鸿鸿鸣超二十 你看 一句鸿鸣超二十 也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这个念佛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一种的行门的力量 是太大了 无以论比 非常的精进 非常的快速 可以让我们念佛的众生 能够很快速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能够得究竟的彼岸 所以一句鸿鸣超二十 一句鸿鸣都是在比什么呢 靠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一种的力量 来断尽我们一切的烦恼 就是这一个 所以有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他说听到这一句话 他就会说 这个二十 这个二十的意思是什么 下面会给大家说明 听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认为中风果实所讲的话 是有一些夸张 讲得太离谱了 而且开始怀疑 怀疑什么呢 单单靠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够彻底了脱吗 像师父以前刚刚出家 师父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 师父在浇花 以前师父刚刚出家的工作是什么 打扫 洗厕所 就是打扫这些佛堂 很多的事情都是做些杂物 突然间有一位老人家来跟我讲 他说 师父你知道吗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四十九年到最后 把整个大藏经到最后 回归这些这些阿弥陀佛名号 我不相信 我说你老人家讲话不要太夸张 如果等个大藏经回归到一句阿弥陀佛 那释迦牟尼佛何必讲经讲了四十九年 而且讲了三百亿会八万四千法门 那何必呢 那干脆讲一句阿弥陀佛算了吧 我怀疑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会讲 单单靠这句阿弥陀佛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彻底了脱 而且二种的生死 这个二种生死是什么呢 第一种叫做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所讲的就是这个三界 你烦恼未断 虽然烦恼很重 你还是反复 你能够以这句阿弥陀佛 超越这个三界 了生死 那第二段是什么呢 叫便宜生死 什么叫做便宜生死 便宜生死是指的是圣法界 虽然 虽然已经处理三界了 这些四圣法界 但是圆解声闻这些菩萨 他还有便宜生死 你想一想 靠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能够超越死法界 谁能够相信呢 不要说我们很多菩萨 阿罗汉都不相信 所以很多人认为啊 中风果实讲的话太夸张了 太离谱了 不相信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呀 像师父以前也是这样啊 在印尼出家的时候 当这位老人家跟我讲这一句话 讲这个道理 跟我讲好多 我就跟这位老人家辩论在一个那地方 没想到和来我到台湾 去学习经教的时候 忽然觉悟了 说实在的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只是方便为我们说明的 归纳起来到最后 都是欠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弥陀经》最后一段 释迦牟尼佛不是要讲一句话吗 他说圣利佛啊 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耶 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耶 也是告诉我们啊 他说圣利佛你知道吗 我今天成佛是凭什么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怎么说呢 明天再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用这个比喻一句鸿鸣超二十 怎么样的比喻呢 明天再跟大家来一起学习 如果今天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年年如意 祝大家岁岁平安 最主要的 老实念佛 这个世间很多事 该能够放下的 能够放尽量放 不要一直放在你的身 放在心里面 到最后啊 什么都带不走 何苦呢 该做的事去做 该吃饭的吃饭 该睡觉的睡觉 该工作的工作 该赚钱的赚钱 该做什么样的事该做 但是这些事情不要放在你的心上 都是假的 许远而不叛远 好好念佛 将来离开世间 亲近阿弥陀佛 那个才是真的 什么都是假的 好好用功 祝大家好好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